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Steven 今天又和大家出去找好食物 最近很多朋友出去了旅行去玩 其實我都走了兩转日本 剛回來不久了 馬北停蹄繼續拍多些飲食片和大家分享 接下來有很多新餐廳、特價餐廳和特色飲食題材 繼續拍給大家 所以真的要按個訂閱 去日本旅行有三樣東西必食 包括壽司、壽喜燒 不過我自己最喜歡都是燒肉 這個可以說是日本旅行三大必食的名物 現在都很多朋友出去玩、出去旅行 但始終都會大部分時間都在香港 不過香港其實都有很多很正宗的日本餐廳 所以今天我都和大家試一間全新開幕的燒肉餐廳 專食日本的神戶牛和A5和牛 這間餐廳就是在銅鑼灣的石田屋 它的位置相當方便 就是在世貿中心的十樓 在地上一進來世貿商場 轉右已經有電梯直接上到這個位置 石田屋本身是真正日本的過崗洞 日本的關西已經有九間分店 我今天來到銅鑼灣就是香港的第二分店 只會從一些指定的農場進口和牛 它亦是香港其中一間神戶肉流通推進協會 裡面的指定登陸店 所有它的神戶牛都印有紫色菊花商標 證明是100%的神戶牛 我這次很感謝店家邀請我上來試試它的出品 由於它真的全新裝修 還聞到一些木的味道 它這個裝修是挺特別的 它的感覺是很溫暖 還有就是旁邊你看到那些燈 那些木好像一些日本傳統的台屋的禪棚 這些比較高級的餐廳 都要感受一下它的環境和裝修 由於它很細貌的十樓 所以一進來 反而晚上來到就非常之有氣氛 看出去它這一邊 全部都是一個維港的景 餐廳其實都很多卡位 所以基本上整個場 都可以看到一個這麼漂亮的海景 還有燒肉店 看到我內地的觀眾都知道 一定要看燒烤爐 這隻它仍然是用著一個明火的燒烤爐 它的網都是非常之實正的 就不是跟你玩一些積氣網 或者很小的爐 火力不夠 這些情況看起來就不會在這裡出現 還有這一邊 其實就不是跟你玩轉樓 很明顯就是玩程調 玩格調 玩高級 你看到桌子的間距是非常之寬 包補你坐得舒服 我自己關心就是一些清酒的選擇 它有些鹿兒島、紅本、沖繩 還有一些日本的生啤 其實是威士忌 它日本酒的選擇都挺強的 這裡主打當然是它的神戶牛 這裡有西蘭、牛小排、薄燒 有三款不同的選擇 然後還有其他一些燒肉的選擇 稀有的部位選擇 包括Chartan Belong 牛小排、牛擺劍那些都會有 另外也有些普通的牛肋肉 豬肉、雞肉全部都有 如果大家不想想 真的放了工 就打算坐下和朋友 輕輕鬆鬆看看夜景 這裡也有些設定 大概三、四款選擇 後面也有少量的海鮮 不過我覺得來到應該是吃牛肉好些 還有最後有些一品料理 例如我會吃的和牛三人治 還有最後會有一個甜品 就是一些不同的雪糕甜品 吃完和牛之後 就可以點點甜品 再清一清味蕾 讓自己沒那麼油膩 首先坐下前菜開胃一下 包括石田鹿沙律和白蘿蔔 這個白蘿蔔 它是少少辣的 大家要小心一點 因為它的醬料 大家都看到很紅色 不過蘿蔔很開胃很爽脆 另外就是一個石田鹿沙律 很大盤 上面還有一些炸的蒜蓉 還有一些洋蔥 都是一些開胃菜 另外一份還有一份 就是醃漬野菜 這份有三款 有些菠菜、芽菜和牛榜 吃完這個開胃菜之後 就要嘗嘗它的重頭氣 包括一份和牛海膽卷 這一份它就很珍貴 做得很美 看到就是一片和牛 和一碟仔的海膽 和牛切得很薄 原來就是把和牛放在爐上 輕輕燒大約十多二十秒 兩邊燒一燒 然後就逼到油香出來 然後再放海膽上去 捲在一起吃 絕對是邪惡之作 這個做法都不錯 因為和牛就很滑 而且它逼到和牛的油出來 反而令到海膽增添一個層次感 因為海膽本身的味道 大家都知道 美麗的海膽 就會有一個 金金的獨特的味道 再加上和牛的油香味 和牛肉的甜味 吃下去有層次感 和不同你一般 就像凍食海膽一樣 是很不同的 和牛三文節 這份就不需要多說 大家去日本都經常會吃 在日本 即是東京的大阪 都有不同的店舖 是故意做這件事 我今天這份 就是和牛三文節 一份有四件仔 如果它太大飯 反而會覺得流 它反而這樣做 都是小小件的 這些和牛三文節 最重要是 不可以做得太油膩 初步放下來 我都看到它挺帥 很整齊 切得很漂亮 最重要是不要太多油 因為吉裂的東西 很容易吸油 麵包如果一吸油 便會很容易 看見顏色 都是超級粉滿 很紅色 很漂亮 即是很漂亮 即是吃 如果不然淋了 即是多士淋了 那層次感就比較少了 這款和牛 都有點心機 輕輕炸炸 然後在麵包 和和牛中間 再塗了少少少醬汁 而那些醬汁 就不會太鹹 因為一般的燒汁 味道就很濃烈 有時候是很濃稠的 那它這款醬 反而有少少清新的味道 中和和牛的油膩感 不過我就比較欣賞 本身它的和牛是夠軟 而且吉裂 是做得不錯 很薄的 吃得出和牛的香味 和軟滑 神戶牛 正宗的神戶牛 是一個西蘭的部位 你看到它是非常厚切 而且油脂的分布 都是很平均 即是叫做最高級別 就算日本來說 牛的牛是很漂亮的 顏色的紅色 都是很漂亮的 而且它的保存也很好 不會冰到完全冰 你看到 還有 表面在室溫放了一會兒 油光開始慢慢出來 你看到 是挺漂亮的 只要燒到 你會聞到少少香味 聽到聲音 有些油開始滴下去 你可以開始反一反 燒到都OK的 因為我自己本身 就喜歡它的表面有少少焦脆 所以我覺得是比較香的 就不用點任何東西 就是牛肉 油份相當充足 其實日本的分別都不大 很厲害 肉汁都飆出來 一咬進口 第二件可以加少少鹽 因為它有鹽 有和蘿蔔 還有黑椒 我們還有一款 稀有部位 就是這份 Château Bellon 這個就是和牛的稀有部位 非常之珍貴 今天它這個 你看到是很厚的 它是整塊的 這一份 這個steak 非常之完整一塊 店家都是幫你切好 讓你方便一點去燒 我拿一塊看看 這塊好像雪花 整塊肉 它的顏色 就略為 比神戶牛的西蘭 會淺色一點 但是這個 Château Bellon 這個位置 反而會給你更好的 肉牛肉的香甜味 還有它燒完隔離上來 它的質感還是很柔軟 而且油不順於 剛才的神戶牛 這隻很厲害 我想它是部位的問題 它的質感是很軟滑的 同時牛的香味也是很重的 我自己反而喜歡這隻 好像海綿一樣 吸了一些油 很厲害 好吃 我喜歡這個質感 是很有空氣感 很油潤 這隻很特色 一口氣 我們就來了幾款的肉 首先就是一款牛板鍵薄燒 它跟來還有柚子醋 還有一些蘿蔔 還有一份 就是特上厚切牛舌 首先就試一下這份牛板鍵 這些可以燒久一點 讓牛肉的香味更加出來 這隻牛板鍵可以試一下 就點一點點油脂醋 開始 因為之前的神戶牛 油份始終比較厲害 開始有些醋 有些靈質 改變一下牛肉的味道 你看到表面 油份比一般牛板鍵都漂亮 而且它本身的油份 都是不差 反而這款牛肉的彈性 就很明顯效 另外這款牛舌 很漂亮 和厚切 最主要是嘗試它的爽脆感 我現在加一點檸檬汁 又試一下它 看看它的質感 這款很特別 沒有想像中那麼爽脆 它就和你玩嫩的牛舌 這款牛舌 十分之特殊 最後我們就試多兩款 包括這個 上肩甲肉 和這隻牛小排 最後的玩法 就是這兩款肉 它本身有一個醬汁 調校了 塗在上面 變成 剛才沒有任何調味 跟著就是剛才的牛板鍵 牛舌有些檸檬汁 有紫醋 比較醒胃 另外這兩款就是有醬汁 最後就是會有一個調味 都試了給大家看看 這一份就是牛小排 這兩份牛肉 你見到其實那個切割 它都是比較厚身 我留意到它這裡 不同剛才 它這一隻 就希望 真的給你吃到那種 很重的牛肉 那種質感 感覺到 牛小排擺明 真的和你玩質感 因為它很厚 感覺上它都是比較 重口味的 因為它有醬汁 肥和肌肉的比例 大概六四 因為這份牛小排 相對比較肥 肩鑑肉 反而會比較平均 比較平均 覺得整天吃肉 怕是比較油 或者是不夠飽的 難事 就可以選擇一下 一個野菜湯 和一個和牛冷麵 剛才說的和牛冷麵 我以為是冷麵 都是普通的 有些蘿蔔絲 有些青瓜絲 放進去 但這個可以說 是富貴版的冷麵 它上面還有三塊和牛 還有特色一點 就是它有些和牛絲 切了很幼的牛肉絲 放進去 今晚可以吃了四倍不同的質感 和不同的調味的和牛 野菜湯 裡面有些椰菜 有些芽菜 蘿蔔絲 冬菇 非常之正道 有少少的辣辣 整餐都吃得飽了 這間餐廳 基本上我都覺得 環境好 有海景 整個氣氛感覺 真的很放鬆 主要是吃它的黃牌 一些燒肉 和神戶牛 如果大家想吃更漂亮的牛 找個更漂亮的地方 這裡始終是全新開網 環境都挺有情調 如果大家想舒舒服服 坐在這裡燒肉 慢慢享受一下 這間都可以想一想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說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 記得給個支持我 快點按個訂閱 還有看影片給個讚 可以分享我的影片給你的朋友 等溫食的時間 更加多的選擇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下條影片再見 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下條影片 有些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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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拍照 我們下次見 感谢观看